观塘绕渡是一条将观塘海滨和内陆分隔开的高价高速公路 突破思维,它就是绕渡下空间的屋顶 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将这里重新定义和善用有盖的空间 为了将这个空间转化为有效益的用途 和为这个地区带来更多活力 我们逐步将空间变成仓衣、艺术和文化场地 以及社区用途 这些场地挑剔地命名为反转天桥底场地 现在已经成为受市民和旅客欢迎 用作社交联系、共同创作和享用的热点 项目的概念是透过重塑空间 将观塘商贸区和海滨连接起来 反转天桥底2号和3号墙的总面积 约为5540平方米 设施包括艺朗 多用途室 餐厅 小食亭 都市圆袍 和表演舞台 设施之间的空间提供灵活性 以便举办各类节目和活动 改造这幅地确实是一项有挑战性的任务 首先超过一半的土地是非建筑用地 此外 满堂绕道下的桥等和地下高压电纜保护区 和渠务专用范围等公用设施区域 亦都构成限制 满堂海滨在过去几十年直到1990年代 是一个公众货物装社区 货柜在海滨一带随处可见 就艺术性想象力所启发 我们选用20尺长的货柜作为组合单元 以不同手法创造出各种建筑部分 首先平排并列 然后踏高和抽取创造开口 再延伸或者旋转去组装 以配合不同的功能 我们特意将室内和室外的空间 互相编织和缝合 剃造一个互动和具凝聚力的多元体验 循环使用旧货柜可以折省成本 反转天桥底2号和3号墙 将24个旧货柜循环再用 这样也减少了挖挖工程 和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这个项目广泛应用竹材 因为它是其中一种 最具可持续性的天然建筑材料 它不单止为建筑物遮挡阳光 减少热能吸收 也遮蔽了后勤设施 这些物料具独特工业风格 展现这区的工业文化 连同一号墙 反转天桥底行动将会随着大众持续参与 而继续蜕变 我们希望观塘妖道下的空间 会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多元化的捷点 带来生气和欢乐 并促进社会共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